請按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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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剛剛有發現 剛剛有按POWERPOINT 你點下去很快就開啟 我覺得速度非常快 但我有個問題是 我們有個功能叫FREE MEMORY 假設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是不是全部都要重來 還是說剛剛 剛剛那個按下POWERPOINT 那個功能快速開啟還在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我一起問 第二個問題是幫別人問 就是有一個朋友啊 他已經用了兩週了 但是呢他發現有一個功能是 DirectX11 並沒有支援 對 他說一直都沒有支援 他問說有沒有可能將來會治癒 這是場外的問題 謝謝 多問 兩位問題 第一,第一 自由記憶器 自由記憶器 沒有跟 使用電池 或使用電池 如果無論如何 如果有什麼問題 要是用自由記憶器 會不會延避 那剛剛講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釋放記憶體這個工具按下去會不會影響到打開這些層次的速度 其實是完全不會影響,甚至如果說有任何效果的話只會更快而已。 請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 我們目前的確實是只有支援到9和10的版本部分 因為我們的團隊今年就是把重點全部放在去改善我們的OpenGL方面的支援 那其實這就已經花了他們一整年的努力的時間 那您的這些用戶的回饋我們都會帶回去我們的工程團隊 我自己承認其實說要支援到11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各位可能知道Apple已經會說他們未來會使用的就是OpenGL 他們其實會希望說未來開發軟體的工程師或者是開發商的使用Metal而不是使用剛剛講到的軟體 但是因為我們工作的目標其實不太一樣我們並不是要去開發新的程式 而是希望說可以讓既有的Windows程式在Mac上面跑得很好 那我們的團隊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工作目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和蘋果這邊做溝通希望說可以為我們共同的用戶達到一個最方便 所以不管是說使用Metal或者是使用OpenGL 但是接下來這一年的時間可能就會花在協商上面 所以我希望這回答到您的兩個問題 希望可以有回答到您的兩個問題 有 謝謝 謝謝 請問我們有沒有其他朋友還有相關的其他問題 沒有 OK 謝謝Curr 我們今天的整個發表會就先暫時在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要兩分煙等 我們可以有的